蜜枣金糕,看中米皮 放上肉 优质羊肉泡馍 西安美食大赏啊 羊肉泡馍,凉皮,还有金糕 哈哈,当然不是我做的 我在网上买的半成品到货 今天迫不及待,早上起来了,来到餐厅 但是呢,缺点料 我需要再加点肉 比如说,泡馍要做个优质的 所以呢,缺点羊肉,这也是个吃羊肉的好机会 走 买两个,买两个糖色 好好好,过来过来 三块钱啊,好啊 要多少钱?四十二 一五四十 四十二块吧,好 给我,给我切一半行吗 三块六这个,哦 西班,起来喝豆浆了 羊肉泡馍,凉皮,净膏 还是用加这个最大的不锈方锅来煮羊肉 用这个羊汤来煮泡馍 羊肉凉水下锅,先焯水 加大块的葱姜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厨房里飘出的羊肉味 这个就叫做幸福 完美 把肉盛出来,关火,重新起锅烧水 这个大料很简单啊 小茴香,白芷,香叶,还有凉浆 好里头 水现在烧热了,像羊肉 大口煮开,转中小火炖一个小时 现在这个中小火炖了一个小时 通过这个玻璃盖能看到这个汤是奶白色的 肉啊,应该也熟了 反正现在厨房飘的全是羊肉的香味 这个就是幸福的香味 开锅 这个羊肉如果能够轻松扎透 说明就熟了 哎呀,你娘呀 太香了,就这么放着 把它放凉 先来泡馍 这个是汉州米皮 给大家看一下 凉皮,混合料包 一包辣椒油 锅里边加入刚才煮的羊汤 加入浓汤包 油包 再加一个油包 煮开之后放入这个磨块 开锅之后打去这个浮沫 加盖 哎呀,太棒了 蜜枣精膏,直接吃 加入凉皮 放上菠菜 黄豆芽 倒入复合料汁 辣椒油 陕西小吃 汉州米皮 保定 现在切上几片羊肉 太香了 现在加入粉丝 再加入羊肉片 出锅之前加上葱花 太棒了 放上肉 陕西优质 羊肉泡馍 搞定 西安美食大赏 泡馍 凉皮 竹膏 你妈呀 完美,一模一样 这个海医泡馍 一般人吃不了 外地人吃不了 大部分外地人吃不了 这个在想象优质羊肉泡沫 普通的话就两块肉 优质的话好几块肉 这不是肉也不是你自己放的 这一份的卖得30多吧 物价现在我不知道 我估计得30多 30多都吃不上可能 你怎么就吃羊肉选的 刚才一说买个勺子50块钱 把你心疼了 只有你这样的爹 你要完了 肉吃肚子有人长身体 勺子买了他能用好几年呢 你还不舍得 这还没出来 这出来以后你更抠 这个抠肚子的爹 换美食 就点硬 可能是真空波浪的事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有点硬 这个盐质怎么改变点硬 这我吃两个磨的泡沫 这顶了一下我就不用吃饭了 这个磨不像话吗 就想象这口夹香味 最近很多年没吃过泡沫了 六月份回西安都没吃上泡沫 我喝点喝满汤 我喝点喝满汤 六月份回西安都没吃上泡沫 我喝点喝满汤 六月份回西安都没吃上泡沫 我喝点喝满汤 像下饭那样 吃炒菜了 喝酒了 哪有工作吃喝满汤 你快走吧 在外地的西安人和陕西人 最想的一个东西 最想的一个美食 这个凉皮有点硬 可能是我没有蒸的原因 味道一般满 这个凉皮可能还不错 但是跟家里面卖的味道还有点差别 可能是因为这不是那种现做现卖的 上学的时候啊 买无冒钱的凉皮 然后怎么吃 它可以放袋子里面 我们就一边走了 一边拿勺子 一边拿勺子 一边走着 一边走着 一边拿勺子 我把它吃 我把它吃 棒 满足